易烊千玺已经很久没有公开露面了,甚至连路透照片也没有看到,一直在剧组出演大制作电影《长津湖》,这一次他进入剧组已有半年时间,终于杀青了。 出关后,易烊千玺的商业活动已经排得满满的,今天520在上海迪士尼露面,只是出关后第一次参加商业活动,参加这次活动,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他那双大长腿,穿着马丁靴子,加上牛仔裤的衬托,显得十分引人注目。 此外,易烊千玺还参加了这次活动,并与米奇正式签约,不仅在迪士尼拍下了时尚大片,抱着米奇的时候看起来都超级可爱,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很久没有出席活动,这一次易烊千玺给人的感觉比以前清新了很多,个子也长高了不少,目前易烊千玺的存货不少,大部分都是电影,像《世间有他》、《中国医生》以及《长津湖》,可见他在演员这条道路上越走越坚定,并且商业大片和艺术电影同时进行,看来团队给他的规划非常有长远眼光,也就意味着接下来会有露面机会 希望千玺还是先给自己放个假,好好休息一下